Hello,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瘦小腿的心得 其实我们小腿通常变粗是有三个原因 第一就是水肿 然后第二就是脂肪 然后第三种就是肌肉型的 我首先就是先谈一下这个水肿型的吧 因为水肿型的朋友是比较容易对付的 首先就是不要吃太咸 不要吃太多盐分的 因为盐分里面有一种叫钠的元素 这个元素会令我们的身体集聚很多水分在里面 所以对尤其是走路走得多的朋友的话 你的小腿会非常容易出现水肿的问题 那另外呢就是提醒一下尽量少穿高跟鞋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谈一下肌肉型的朋友 这也是我自己个人的问题 也从我20岁到现在就非常困扰 因为我小时候打排球 所以把双腿都练得比较粗 然后一停下来没有运动的时候呢 这两块肌肉是从来没有消失过 所以就非常的烦 Anyways 不过呢我是怎么对付他们呢 就在这里跟你们分享我的心得 就是不要做一些速度快的运动 比方说任何有弹跳性的运动啊 或者是速度快的一些运动呢 会令我们的肌肉长得更大 就是好像比方说你看一个长跑运动员的腿 跟一个短跑的 长跑运动员他们的腿呢会比较细 因为他在跑步的过程中 双腿的cycle是比较慢一点 就是缓和一点的一个pace 但要是你跑得快的时候 很急很急去跑了 你的身体就会产生 就有一个message告诉你的双腿 我要长更多的肌肉 去配合这一个快的速度 你可以有这个power 去达到那个动作的速度 所以就是尽量在运动的时候 尽量不要选择一些有弹跳性 或者是速度快的一些动作 那么另外呢 有一个习惯你们可以自己注意一下的 如果改的调是最好 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呢 尽量缓慢一点 不要走那么急 也是同一个道理啦 要是你走路走得很快啦 你自己可以体会 你自己现在可以马上试一下 要是你的步伐很急的话呢 你比较会容易用到小腿的肌肉 可是要是你把速度放慢 慢慢走的话 一步一步 你可以感受一下 体会一下 就是你会比较用的多大腿和臀部的肌肉 所以这个你是要自己去试一下 然后慢慢领会 你就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啦 那接下来就是脂肪 脂肪型的朋友呢 这个就是最麻烦的一个问题啦 可是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 就是减肥啦 要是你起码不减肥的话 也不要越来越肥吧 就注意一下自己的饮食啦 不然的话你做什么运动都没用的 所以我只能很忠心的说一句 自己要管住自己的嘴巴 OK 好啦 不过呢 不论你是哪一种类型呢 其实我接下来介绍的懒人运动呢 都会对你们有帮助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身体 看上去那个体型好看与不好看 并不在于你有多 腿有多细或者是多粗 我觉得健康是比较重要 而且看上去只要你的身体啊 你的肌肉是结实的话 就会好看啊 不一定要很细的腿 所以呢 我今天跟你们介绍一些 平常我都有做的运动 那希望可以对你们有帮助 好 我们马上开始 第一个动作是提脚跟 那么这个动作呢 看上去很容易 可是做起来呢 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因为我们在每一次提升脚跟的时候呢 都是非常缓慢 而且要保持身体平衡的一个状态 记住一定不能快 而且身子要挺直 大概做30秒 如果你刚开始做的时候 觉得很难平衡 你可以把手靠在墙上 去做一个平衡的效果 那么就这样来回 做大概30秒以后呢 就要stretch 因为每一次运动完 你都应该要把自己的肌肉 去把它拉松 好 relax完以后呢 再重复两遍 接下来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比较难度高一点 我们需要靠着墙 去做这个动作 那要注意 虽然这个动作 是一个静态的动作 可是我们的那个angle 一定要做对 就这样我们要保持至少30秒以上 那这两个动作呢 我们要做大概三组 隔天做一次 就会达到结实肌肉的效果 好了 做完以后还是一样 要stretch 脚跟不要离地 ok 就是这样子 很简单对不对 那说明是懒人运动嘛 那当然是为我们这些懒人而设的 今天要分享的呢 就是这么多 不过呢 我现在其实正在试一些瘦身的cream 不过还是比较初步的experiment 所以呢 暂时没有什么效果和心得 要跟你们分享的 接下来呢 我也会试一些 现在很流行的日本那些 哇 好像应该 我不知道名称是叫什么啦 反正是很紧的 就是穿在小腿上的那些袜子 那我试完以后 再跟你们分享效果吧 同时呢 要是你们有什么心得 有什么 试过什么产品啊 欢迎你跟我分享 不是应该说 我非常希望你们也跟我分享 那可以给我留言 或是email给我也可以的 好吧 那么 take care 请不吝啬 只要知道 individual results may vary as we're all born with different forms and conditions remember, perseverance is the key let's not give up on our youth thanks again for watching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tricks to share please email me we can experiment together